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黑白夫妇频道,我是目前 十年,每次一听到这个时间的长度 我总会想起陈一讯的十年和同取不同词的明年今日 而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呢,也和十年有关 下面就向大家和我来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案件 慈禧阁楼白骨案 事情发生在浙江省宁波市的慈禧 2006年3月7日中午11点左右 慈禧市水浒镇派出所接到一家人的报警 称自家阁楼上发现了一具白骨 报警的人家姓徐 徐家的房子是一栋两底三层的独栋别墅 于1994年建成,在三层的上面有一个阁楼 徐家的家四口一直居住在别墅中 家庭成员分别是丈夫、妻子、女儿和儿子 据妻子说,7日当天,他想到阁楼上进行清理和打扫 因为房子从94年建成之后,一家人就从来没有上来过 但当他来到阁楼之后,就发现角落里堆着一堆东西 看不出是什么 上面被木屑和一些杂物遮盖了起来 同时散发着恶臭 妻子当时并没有来得及多想 本能的就过去看看到底是什么 于是他拨开了上面的遮盖物 发现下面是一个红白蓝三色的编织带 打开编织带,里面是一个木箱子 而这个木箱子非常难开 因为当时正好是中午,做饭的点 所以他也没纠结,拎着箱子就下来了 让丈夫帮忙把箱子打开 看看里面是什么这么臭 然后自己呢,就准备去做饭了 男同志嘛,力气自然要大一些 丈夫拿到箱子后,使劲一翘 木箱的盖子直接就先飞了 这时,夫妻俩低头往箱子里一看 发现里面是一些骨头 其中呢,还有一把肉斧 徐家的保姆由于好奇,也凑过来看 不禁吓得失声大叫 妈呀,这是人的腿骨 大家不要问我为什么小保姆知道这是人的腿骨 因为我也比较好奇这一点 由于女儿已经出嫁多年 老两口急忙给儿子打了电话 儿子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赶回了家 一家三口加上保姆 仔细的又看了看这一盒子骨头 决定报警 警方接到报警后,立刻赶往徐家 在对阁楼勘察后 警方发现,装有骨头的盒子并不止这一个 在阁楼的西南角找到了另外两个编织袋 而东北角也有一个编织袋 加上老两口找到的,一共有四个 袋子里的所有骨头正好可以拼成一个完整的人 而且里面还有被剪碎的羊毛衫 西服,毛裤,西裤等服装 此外,里面还有刚才提到的一把肉斧和一团电话线 而西服的兜里有一张名片和一张模糊的身份证 身份证上隐约可以看出姓名是三个字,姓胡 而名片要清晰很多 胡建明,某像素密封建厂的副厂长 那么这张身份证和名片到底是不是死者的呢 如果不是,这个胡建明和死者又是什么关系呢 警方随即根据身份证和名片的信息 找到了胡建明家,见到了他的父亲 据胡建明父亲说,胡建明曾经是一名军人 复员后就一直在一家工厂担任技术副厂长 但是在十年前,胡建明突然离开了家 去外地做生意去了 此后他就再也没有和家人联系过 不过他的女朋友一直在和他们联系 说一些儿子的近况,所以肯定是没事的 警方听闻后,第一时间有两个推论 第一,遇害的就是胡建明 那么一直谎报胡建明近况的女朋友就有了重大嫌疑 第二,遇害的不是胡建明 那么这个受害者为什么会有胡建明的身份证和名片呢 而且胡建明为什么需要靠女朋友和家人联系 自己十年来连个电话都懒得打吗 在警方的不断追问下,胡建明的父亲告诉警方 胡建明的女朋友叫徐丹 俩人是初中同学,徐丹也是胡建明的初恋 两人一直关系非常好,经常在胡家一起吃一起睡 胡建明的父母对徐丹也非常喜欢 甚至邻居都知道,这两个孩子一直就像个小两口 胡建明的母亲生病了,徐丹还特意买了药送过来 后来1990年胡建明参军入伍 徐丹还曾经到部队上去看过他 胡建明的战友也觉得他们就和小夫妻没有什么区别 然而1996年的某天,胡建明突然和徐丹分手 之后去外地做生意,从此杳无音信 而徐丹也嫁给了别人 警方听完后又有了新的问题 就是既然胡建明和徐丹分了手并且不辞而别 而徐丹也已经结婚嫁人了 那为什么这么多年胡建明还要一直请徐丹帮忙和他父母通报自己的情况呢 自己却从来不和家里人联系 所以警方越发觉得第一种推论的可能性极大 在胡建明父亲的配合下 警方采截了其DNA,与受害者做了对比 结果证实受害者就是胡建明 同时警方还惊奇地发现 胡建明的女友徐丹就是报警人徐家的那个已经出家的女儿 那么此时警方又有了两个推论 第一,凶手就是徐丹 他不知是何原因杀害了胡建明 处理后藏在了自家的阁楼 第二,凶手不是徐丹 他利用了胡建明徐丹的恋爱关系 将胡建明杀害并藏在了徐丹家 故意留下身份信息嫁祸给徐丹 警方在拿到DNA检测报告后 再次找到了胡建明的父亲 想知道他最后一次出现是什么时候 做了什么,以及他突然决定外出做生意的原因 这时胡建明的父亲就说 1996年12月18日 胡建明去参加一个表妹的婚礼 婚礼结束后 他又和朋友们一起去KTV唱歌了 当天晚上没有回来 第二天,胡建明还没有回来 他就去问胡建明的朋友 自己儿子的下落 大家告诉他 当天在KTV喝了点酒之后 就有一个朋友坐过来和胡建明说 我那天看见徐丹和别人去拍婚纱照 你们分手了吗 他还是你女朋友吗 结果胡建明怒气冲冲的就离开了 说是去找徐丹 随后父亲又来到了徐丹家 并见到了徐丹 徐丹承认确实胡建明来找过他 但是两人因为婚纱照的事情争吵了起来 徐丹承认确实自己对不起胡建明 随后胡建明非常生气的就离开了 徐丹怎么拉都拉不住 至此信息中断胡建明的父亲决定回家再等等 觉得会不会是儿子太生气 所以想一个人静静 没准儿子自己发泄完了也就回家了 然而过了不到一个小时 徐丹就打来了电话 他告诉胡建明的父亲 胡建明和他联系了 并且和他借了6000块钱 要去外地做生意去 两个人约好了时间地点到银行去取钱 胡建明的父亲赶紧叫上了家里的亲戚朋友 想去拦住儿子劝一劝 一共十几个人包了辆车就去了徐丹说的工商银行 结果到的时候呢 只看到了徐丹并没有看见胡建明 徐丹说 你们来晚了 我取完钱出来后 胡建明拿了钱就直接走了 于是胡建明的家人又兵分多路 到长途汽车站 码头去拦截胡建明 想把他劝回来 但最后却都没有找到他 此后胡建明和家里就再也没有了联系 而徐丹则成为了家人们知道胡建明近况唯一的联系人 此后的十年就这样过来了 根据目前了解的情况 胡建明最后出现的地方是徐丹的家里 而最后他被发现也是在这 胡建明最后去徐丹家是因为徐丹和别人拍婚纱照 并且两人因为感情的纠葛爆发了矛盾 明明胡建明已经遇害 徐丹却一直和其家人沟通近况 种种迹象表明 徐丹与胡建明的死一定有关系 于是警方决定提审徐丹 结果出乎意料的是 徐丹到了警察局就直接承认了罪行 说确实就是自己杀害了胡建明 原来虽然徐丹和胡建明谈了多年的恋爱 但是徐丹家里一直都不同意徐丹嫁给胡建明 刚才介绍徐家房子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隐隐约约的感觉到 徐家应该是家底比较厚的 但是胡建明则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穷小子 在胡建明入伍当兵之后 徐丹的母亲也就是报警人中提到的妻子 给徐丹找了另外一个男朋友 家境很好门当户对 一开始徐丹是不同意的 觉得和胡建明这么多年了 感情又很好 但是随着胡建明的入伍 他渐渐的开始认同了母亲的想法 门当户对的人相处起来 确实更加的轻松和舒适 一方面是感情很好的青梅竹马 一方面是各方面都很合拍的门当户对 徐丹哪边都割舍不下 最后决定 暗地里先和门当户对交往着 胡建明这边实在瞒不住了再说 结果就在婚礼那天 这层窗户纸被胡建明的朋友捅破了 按照徐丹供述的说法 胡建明到了他家后 看到了徐丹和准新郎的结婚介绍信 随后崩溃的说不想活了 徐丹顺手就拿出了一瓶安眠药给他 胡建明就说你去泡吧 徐丹呢就真的给泡了 药泡好后胡建明也就真的喝了 喝了没一会儿 胡建明躺下就不动了 当时徐丹很生气 心想 你想死也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在我家里啊 你不是想死吗 那我帮你 然后他就很生气的拿一根电话线 开始使劲的勒胡建明的脖子 直到其死亡 第二天他去买了肉斧 将胡建明处理后藏在了阁楼上 因为徐家的房子后面有一条臭水盒 所以家人们一直以为屋子里挥之不去的臭味是河水的味道 其实说起来也是 我想可能所有人在闻到自己家的屋子里有味道的时候 都不会想到这是有人在悄悄的腐朽吧 此后不久 徐丹就与新男友结了婚 直到十年后警方找到他时 他的儿子已经九岁了 徐丹的供述也解开了警方的疑惑 徐丹身高1米57 非常瘦小 而胡建明则1米75 130斤还当过兵 所以警方此前一直怀疑徐丹有帮凶 不然无论是正面搏斗还是背后突袭 他想制服并杀死胡建明都是非常困难的 2006年6月6日 法院开庭审理了徐丹一案 胡建明的亲属全部到了法院外 要求判处徐丹死刑 给不明不白死了十年的胡建明一个说法 然而 徐丹却在法庭上突然翻供 拒不承认自己杀害了胡建明 并且给出了三点翻供的理由 第一 徐丹称自己与胡建明并不存在恋爱关系 第二 胡建明前往徐丹家 是去纠缠徐丹 并对徐丹进行了殴打 第三 胡建明是自己准备的安眠药进行自杀 用来威胁徐丹 徐丹说 胡建明进入他家之后 自己喝下了20片安眠药 倒在床上睡过去了 而他则在胡建明身边坐了一整宿 直到第二天 他发现胡建明真的已经直接睡死在自己家里了 但是受害人的律师则指出 按照徐丹所说 胡建明吃了20片安眠药 这个药量是不足以让一个正常人死亡的 最多只是能让他长时间的昏睡 所以如果他是在吃药后死亡 那就说明一定还有一个支持他死亡的外力条件 随后在庭审中 徐丹又承认了自己杀害胡建明的犯罪事实 由于时间久远 警方对现场的勘察 其实并没有找到徐丹杀害胡建明的直接证据 有的仅仅是徐丹自己供述的口供 所以法院对于几个关键的点提出了发问 第一 胡建明到底有没有威胁过 殴打过徐丹 如果有 徐丹当时为什么没有呼救 这个问题决定了徐丹的犯罪动机 如果胡建明存在暴力行为 那么徐丹因为自卫反击 近日将胡建明杀害 那么这里就有一些正当防卫的因素了 但如果胡建明没有暴力行为 徐丹就是要杀害胡建明 那么妥妥的就是故意杀人罪了 第二 胡建明到底吃了多少片安眠药 现场留下来的电话线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这个问题直接决定了胡建明的死因 如果胡建明是因为吃了过多的安眠药导致死亡的 而徐丹只是出于害怕 对他进行了处理 那么他就不能算是故意杀人罪 而只能算是侮辱尸体 但如果胡建明并没有在吃完安眠药后死亡 而是被徐丹用电话线杀害 那么故意杀人罪就成立了 而在庭审中 徐丹对这些问题都用记不清了来搪塞 甚至刚刚说完的20片安眠药 也在发问阶段 称时间太久记不清了 于是法院认为 徐丹的翻供无法自圆其说 最后法院给出结论 徐丹被捕后的供述 详尽完整和相应的人证物证相符 已经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 故说明证据确凿 最后判处徐丹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同时赔付胡建明父母各类经济赔偿 共计30.7万元 宣判后 徐丹高呼 但是庭审结束后 他并没有进行上诉 至此此案完结 讲完今天这个案子 我想说 世间的一切有始就有终 没有一个人可以永远的陪在你的身边 即使你们的感情再好 但是毕竟我们的寿命也是有限的 所以终究会有一个人先去 开篇的时候 我提到了陈于迅的十年 而在此呢 我又想起了他另一首歌 富士山下 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 对于变了的心 离开的人 无法挽回的事情 任何我们明知道无计可施的失去 都不要过于执着 虽然这个过程会非常的痛苦 而且可能会痛苦很久很久 但是纠缠下去 其实也并不能挽回 只能让自己更加卑微 更加可怜 当然我这里只是说一下我的感慨 并不是说胡建明去找许丹问清楚这件事不对 而且我想他可能也没有想到 和自己这么多年恩爱的青梅竹马 居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只是想说 祝愿大家都可以在感情中享受到美好与幸福 同时如果有小伙伴在未来遭遇到了感情上的挫败或者是变故 也希望大家可以保持一份坦荡和洒脱 逝去的追不回 该成为回忆的就让它静静的成为回忆 因为我们还有当下 还有未来 和上期的结尾一样 及时止损是一种智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关注和转发 多大门评论私信与我互动 YouTube的小伙伴 记得订阅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啊 感谢大家的支持 黑白夫妇远海内熟